日本最唯一的信用卡公司JCP共同創辦的一個 一個這個我們的免稅商店的公司 那這個公司呢 它很方便 它可以在讓台灣人在線上進行這個免稅的購物 所以只要我們這個Google 我剛才有幫大家Google過了 我們打出這個Japan Eping 然後Marsh Eping 日本益品市場 對對對 照這個打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日本益品市場的這個網站 然後在上面都可以做這個免稅商品的選購 所以讓台灣人非常非常方便 那兩位應該蠻常去日本的吧 超常啊 要分享一下去日本的經驗如何 去日本經驗就是很像就回家這樣 回家 對 我在那個羽田機場很像我家 閉著眼睛都可以走這樣 對 就很常去 然後很喜歡 對 希望有一天可以交到日本的男朋友 欸 現場有日本男生嗎 現場直接蒸有蒸起來 好 所以所有想要購買一些免稅商品的朋友 我們也不一定要到日本市場 我們在這個線上 這個日本益品市場 我們就可以來做選購囉 好 我知道大家很期待 接下來要跟女孩們的互動 今天我們要玩的遊戲叫做 全民骨架王 哇 很好玩欸 全民骨架王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節目 有喔 看過都有點年紀囉 那我沒看過 沒看過 所以全民骨架王的活動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有拿出商品 大家 我們來點幾位然後上來 然後來骨架 猜對的我們就可以把獎品帶回去 但是我們的規則比較特殊 我們猜的是日元 喔 日幣 我們猜日幣 我們不是猜台幣價格 那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了 這個是大的嘛 對不對 這個是大盤子 哇 三盤子 不是大盤子 盤子好難喔 來展示一下 現在依依為我們展示的是 非常好看的大盤子 依依為我們依依展示 所有商品 這個盤子非常的有質感 依依妳這樣子拿起來 這整個感覺 或者是妳有沒有什麼 對這個盤子特別的感受 我覺得很有質感 然後也有個重量 有個份量在 嗯 沒有錯 什麼材質 看起來應該是玻璃的 感覺一刷就會 會 它是陶瓷搖燒的 它每一個我們在現場的這個盤子啊 然後瓷器都是 日本職人 日本最厲害就是職人精神 有沒有 工匠職人精神 它每一個陶瓷都是搖燒 手工搖燒出來的 手工的 手工搖燒 手工搖燒 這個很關鍵 沒有錯 所以整個 你旁邊這些花紋 因為是手工做出來 所以它 獨一無二 沒有錯 詩緣就懂了 I got you 沒有錯 它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 這就是日本工匠精神 所以非常有質感 非常別致 然後背面 它整個不會刮手嗎 我們很怕後面 原本就是瓷器 底部會刮手 日本的細節就是做得很好 真的 快速轉兩圈 DJ嗎 刷牌 手沒有事嗎 非常 它這邊非常光滑 好 那我們就先來 鼓這個 這個大棒子 你會給我底價嗎 你會給你底價嗎 沒有沒有 自己自己猜 我也是剛剛才拿到價格 我看一下 好不好 我剛剛猜一下喔 日幣 日幣 然後舉手 舉手我點到的 我可能 我通常會點最快的 好 舉手然後點 先說出一個價格 先說出一個價格 我會說高一點低一點 下一個人 再舉手好不好 我們就照這個模式來進行 好了那準備囉 好 有點下雨大家 一二三 有有 請說 日幣日幣 有 五千日圓 好 七千日圓 剛一點 一萬日圓 第一點 七千 到一萬 七千 到一萬 九千 九千日圓 第一點 這個 8000 8000 8000 快了 高一點 高一點 8800 8800 8800 低一點 低一點 好這個 這個 8500 8500 低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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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400 8400 恭喜你 答對了 8400 哇 欸 你獲得了一個 不開玩笑 直接送 太好了吧 哇塞 大家 大家踴躍作答好不好 我們還有喔 我們還有喔 接下來 我們還有非常多產品 大家來說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在談會是 JMJ的 一品 沒有錯 大家記得要買免稅商品 在台灣要買免稅商品 我們就來 這個 日本一品市場 來做選購 第二樣 欸 我們 我們 衝 呃